07年高考大纲出炉 语文不考凡男冷屁字 关注常用语 数学以简单题和中浪题为主 整体难度有所降低 卫生部发言人说 医患关系很紧张 媒体还把医院妖魔化了 缓解这事 医院得设新闻发言人 这招挺有意义 南京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 少说也得60万 可工薪收入的公务员 却是主要客户群 有人提议 反腐就得从高尔夫会员查解 贵州45岁同家女 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原来现行议员人民币上的女头像 刚被认定就是20多年前的她 这事她也刚知道 这里民生新闻力量新北方正在直播 前天晚上的时候 小张骑车去水阳的春河社区 看望自己的朋友 这车都已经骑到朋友家这门口了 他却掉头走了 不过小张没回家 而是直接去医院了 直到现在 小张脸上还挂着幌子 光是嘴里面的伤口缝了六针 半夜里吃了大亏 这春河社区到底藏着啥器官呢 第二天 小张再次来到摔跤的地方 这下水顶盖上 怎么都压着块石头呢 这石头是谁放的呢 有什么用啊 都我们放的 还得看的呢 不看的有时候 你拿走完以后 我们还得喝的 有时候上别人去拿石头上压的 居民们说 因为春河小区不是封闭式的 汽车可以随便捡 所以井盖经常被压坏 他汽车走了 我们就倒霉了 是上水不好使 水都臭水都堵死了 那味可大了 上岁反水 因为破损的井盖经常惹大祸 无奈之下 一年前居民们想出了这么一招 打那以后 汽车倒是防住了 可人呢 这不放在那肯定不方便了 我就觉得这东西放在那 就是太危险了 有点相当于说不负责 我也说不好 是合适 不合适没办法呀 我们倒也 我们也不好看 说心里话 小张瞧瞧自个 嘴也肿了 牙也掉了 心里那叫一个郁闷的 他决定找社区说道说道 他对咱们不熟悉 就是不熟悉 上方了他的这个伤害 为啥 你看咱社区居民 怎么都没有这种伤害呢 我觉得这理由 太牵强了 这也是咱挺对不起的 到咱社区来了 太有味成身先商 无辜路 人类满进了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 小区里这个路 谁都是有权利走的 往井盖上放块石头 就是妨碍了人们的通行权 所以小张完全可以 走法律程序 给自己讨一说法 不过想一想 这社区也是一受害者 你说要不是为了那些 惨遭蹂躏的警告 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出如此下策 所以当务之急 是想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哪怕在这条路上 天上几盏路灯呢 可能比现在要安全 对吧 史阳明连社区的尹师傅 家有一辆小货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车的电瓶啊 总是被贼惦记着 为此这尹师傅 还特意安了一个铁栅栏 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贼比他还不怕麻烦呢 尹小溪的这台九层新小货车 就停在自家楼下 下楼准备出水 然后下来一看 电瓶没了 不用除了 养家糊口的小货车 一下子丢了俩电瓶 尹师傅两口子心疼啊 也就是这一两个月 我都丢了三个电瓶子 一个月前 尹师傅已经被损贼 顺走了一块电瓶 吃一欠掌一掷 尹师傅特意给新换的电瓶 害上了钢筋防护栏 可是您瞧 这齐刷刷的断茶 护栏也护不住啊 防君子不防小人 他想偷那 你看这护栏都给我脚坏了 邻居刘师傅是出租车司机 平时车就停在楼下 也没少被贼光顾 小区里的整个治安环境 让大伙很头疼 自动车可以说一天丢一台吧 咱这个院整个这个小区 你就问这个就是车里边放零钱的几乎都叫人家把门子给弄下过 这个贼胆有点太大了 电瓶现掐车以后车里那个表他就不走了 他正好就停在他偷我电瓶的时间 11点多他人还都没睡觉呢 汗上钢筋都看不住电瓶 两口子觉得车停哪儿 心里都不踏实 那我这两块电瓶我不能天天扛楼上 谁也不可能扛呢 他这个汗子够结实的了 我这个我知道丢电瓶的 这是咱院里也好几个丢电瓶的 大车它不像小车哥那个集气盖子里边 这个大车像他这种情况 还有直接拿链锁锁的上面都这样给搅开了 明连社区是开放式小区 四通八达到处有出口 大伙也住点义 这要有动静的邻居他都齐心点 先处理看一看 旧电瓶在回收站能卖200多块 比贝铁可值钱多了 就像投这种车一样 要是没人买了 他投完没出卖去 那他也不投了 借这个节目嘛 就是给那些就是有车的人 给提个写 现在就是这帮这个贼要有点太猖獗了 这童年肯定是斗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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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